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动画的引入 我们之前只是画了机器人在上面 机器人是需要动的 也就是说他需要一针一针的来运动起来 因此我们要引入动画模块 像这样的就是 我们来把这个动画模块加入到这个代码中 Metablob 它是use 使用了一个python里面一个动画模块 叫做nbgg nb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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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意思 import label.animation as animate animation 在word这边我们需要改几个地方 主要在这个重函数里面 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动画这个function加进来 self.animation等于animation.funcanimation 这个funcanimation的原型是在这里吗 第一个残鼠是一个figure 是一个那个吗 呃 figure 就像一个画布吧 就是这个figure 然后第二个残鼠是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的名字 我们建一个声明一个function 叫做one step 然后我们到这个动画的每一步呢 每一帧呢就调用这个functionself.one step 下一个参数叫做f.args f.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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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也不用transfirm了 l'm f.args �qui f dug f.args 然后于repeat是不是重复可以false不重复 这个elements我们在前面声明一下 这个elements是一个列表 elements作用是存放 就是所有要画的那些元素 那些图形 这地方我也有一个疑问 这个i 这地方不需要传吗 这个就像这样吧 我回头再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上一节这个地方删 给注释掉吧 然后这个也注释掉 好 我们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把这个时间加上 就像这个t等于这个帧数 我们不是时帧吗 时帧的话就是从0到9这么走 step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有写任何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 时间加在上面ax.text 坐标是负的4.5到4.5 4.5到4.5 然后t等于 加上stri i font size 等于是 ok 我们运行 运行 运行 没有 重启一下这个可能 然后再重新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t 是有了 每次的实际上它是已经打出来了 显示出来了 那问题就是每次它显示都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说把之前的都覆盖掉了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在下一阵的时候把那个之前那些阵的内容都删掉 都把它去掉 解决的方法呢 是用elements这个 这个例表 我们把这个加入的elements把它保存起来 append的方法来保存起来 然后在绘制之前呢 把那个旧的elements都删掉 while elements 如果说elements它不空 elements.pop 函数据一个 然后 它调用它那个remove方法 这个很相信 对于我这个 我对passing这一块真不是特别熟 让我对写很难写得这么紧凑的出来 看我写的话可能会分成分成好几行 把这些 嗯 这个意思就是把elements 这个列表里面的 这个list里面的都pop出来 每pop出来 都掉一个remove方法 都把它去掉 删除掉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t.012456789 嗯 这样这个 函数看一下它需要再加什么呢 嗯 嗯 我们先给一下这个 roberter这个 做函数吧 这个要把那个elements要加进来 因为我们要保存 因为我们要保存 保存到 都保存 把那个旧的都保存到elements里面 以便把它在绘制下一键的时候都把它删掉 好 我们所以说把这个 asbloot 这个画线 这个也要保存到elements 然后这个patch 然后这个elements.appine 大部分 这个是哪些 那些 我把这个 的 让它是很轻点 嗯 现在没有机器人了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机器人再加在上面 之前的方法是 对于机器人里面 对于每一个对象 这个word里面每一个对象 都电动的重要方法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一行移到 放在那one step里面去 在执行每一帧的时候 都来定用这个方法 把那个机器人 把所有对象的重要方法 都在每一帧中都绘制一下 这个东西就像感觉就像一个现成 然后你就转到这个one step里面去执行了 对于做 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那elements传进来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其实这现在这个针 针已经在走了 实际上是动态了 实际上是动态了 不过这机器人现在还没有动 因为还没有跟他加引擎 上一节我们写了一个状态转移函数 我们需要把这机器人 在每一帧的时候 去移动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去 这个我们再下次再来实现这个问题 实现这个功能 机器人的运动 今天讲介绍的这个 动画这块呢 我看这个书上呢 其实讲的不明白 我看了好多遍 我也没看明白 他讲的是 为什么是这么样的 我理解的 我按我的理解的说 讲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如果直接看 他写好的代码的话 非常不理解 他这些 为什么是要这样来进行构造 这个类的和那个方法呢 如果是你一句一句来写的话 你会发现确实 必须是怎么写 一溜的这个问题 这个I就是个 那就是那个帧 一帧 那个就是那个帧数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模板呢 是不是就是 就是默认的这个就是这个帧呢 嗯 这个这个问题先接下来吧 我以后 用的多了 可能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写的 好 谢谢大家再见